大家好,我是大鹏 近期关于饲料选择的问题比较多 今天开专场回答一下 首先要澄清一个事情 我不是卖饲料的 大家也不用找我买 所以本期饲料的视频 完全是我个人的使用的体验和心得 纠正一个误区 我并没有因为为干饲料而导致湿病的鱼 湿病的怪饲料也不太合理 除非你用的是很差很差的饲料 所以说大家想要避免湿病 不管是太湿还是蓝瘦 不要把身形的选择放在首位 尽量别买身形太短 体型过于圆胖的鱼 说完了大家对饲料的误区 咱们接着聊水温和饲料选择的一个问题 金鱼是变温动物 并且胃部功能基本退化 所以消化能力完全取决于水温 蛋白质含量越高的饲料 对金鱼来说越难消化 在饲料质量理想的前提下 我的种鱼是这样喂的 水温10度以上20度以下 使用高构力的配芽饲料 这款饲料蛋白含量比较低 特别适合低水温 10度左右的水温 我甚至敢用这款饲料 每天喂4吨以上 每吨3分钟吃完的量 水温20度到23度 可以用高构力绿色包装 和蓝色包装的育成饲料 绿色款是45%的蛋白质 蓝色款是42%的蛋白质 都适用于20度到23度区间的水温 喂食量根据鱼的胖瘦和体型大小 上下浮动 水温23度以上 可选择性就很高了 日清的EP系列 蓝寿贵族 采进于蓝色包装的增体饲料 还有高构力的咖啡色包装的增体饲料 这几款饲料的蛋白质含量 均在48%以上 特别适合催头发个子 不过要注意换水增加新陈代谢 以免出现过度肥胖的现象 在23度以上的水温都可以喂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我没有提到喂食频率和次数 因为我认为喂食量要根据鱼的大小 胖瘦和水体的大小随机应变 后台问我啥饲料该喂多少吨的 一般我是不回复的 养鱼是个随机应变的事情 我反对套公式 如果非要说一个原则的话 那就是水体大 水温高 鱼瘦小的话 那就多喂一点 每天5到12吨之间来回调整 水体小 鱼胖 水温低 则要少喂 最起码5吨以下吧 所以大家以后也别问我了 范围给出来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鱼的情况随时调整 再说了 养鱼是个探索的过程 啥都给出答案 反而没有意思了 本期视频中我没有推荐国产饲料 并不是因为我重洋媚外 日货我也不喜欢 可是就效果来说 国产饲料还真是有待提高 希望国内早日有良心厂家 能够认真的制造出靠谱的产品 来福利广大鱼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吧